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还是想收拾香港 联播里播出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在恢复举行的行政会议之前 会见媒体的新闻 其实就在这次会见的过程当中 林郑月娥曾一度预待哽咽地说 这个城市 这个家 大家是否忍心把它推向粉身碎骨的深渊 这一问啊 真的 很让人心疼 心疼香港 东方之珠不应该被糟蹋成这个样子 也心疼林郑长官 就在会见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有一些香港本地 还有国外的记者在打断她的发言 甚至有人在最后 对她使用了侮辱性的诅咒性的语言 前天我说过 国泰航空最近的所作所为 是对不起国泰这个名字的 那今天我要说 这种辱骂式的提问方式 是对不起记者这个职业的 你是要报道新闻 还是要制造新闻的 那越是有人使用这种 人身攻击的手段 我们越是要坚持法治 相信法治 因为人间自由公道在 挺警队 挺特区政府 挺特首 林泰 我们为你打扣 本身的就是在这种 地方 我们为你打扣